本应该住在昆宁宫的明轩德的皇后,为什么会住在景仁宫? 本应该住在乾清宫的康熙皇帝,为什么也会选择住在景仁宫? 这里断送了光绪与真妃短暂的凄美爱情,这里也成全了顺志同妃的仪式荣耀。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二集,景仁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六宫中最靠近乾清宫的一座宫殿,是后宫妃嫔的居所。 它与西六宫的永寿宫对称分布于中轴县两侧。 宫名取次论语,智者乐,仁者寿,以西求仁寿寿寓意美好。 但是,在这座景仁宫里,却上演过一幕幕悲喜剧。 这里曾经是一位明朝皇后的冷宫。 那么,这位皇后是谁?她又为什么被贬? 这里曾经是康熙皇帝的寝宫。 康熙皇帝为什么不住在乾清宫,而要住在这里? 这里曾经是光绪的爱妃真妃的居足。 当年,慈禧停仗真妃,绝非只是出于对真妃的反感。 事实的真相是,真妃的确犯了一个大错。 那么真妃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而真妃最后的死,与慈禧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资金城区会副会长严崇年献善,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二集,井仁霍福。 大体上,明朝和清初东六宫更重要一点。 雍正之后,西六宫更重要一点。 因为雍正之后,皇帝就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离西六宫更近一些。 在明朝和雍正之前,东六宫很重要。 特别是东六宫靠近后三宫的南面的第一个宫就是井仁公。 所以我今天讲井仁霍福,就是井仁公里面生活的后妃的霍和福。 所以三个题目。 一,燕吉孟兰。 二,不幸后妃。 三,顺志同妃。 先讲第一个题目。 燕吉孟兰。 为什么讲这儿呢? 因为井仁公那正殿的西墙,过年的时候,挂着一幅工训图。 工训图呢,就是燕吉孟兰图。 这里我要把井仁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东西五十米,南北五十米,面积两千五百平方米的一座公园。 工门超南,工门挂着井仁门。 门里头有一座石的屏壁。 这个屏壁座和面是大理石的。 做得很精致,很古朴。 相传是元代大内的旧物。 只留下这个,放在井仁公的前面。 这个照壁里面,就是井仁公的正殿。 正殿的西壁,就挂着燕吉孟兰图。 这个燕吉孟兰图啊,故事很有意思。 我想把这个故事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有一部书叫《春秋左传》,记载了燕吉孟兰的故事。 故事说什么呢? 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正国。 正国有个国公,叫正文公。 正文公啊,有很多的记车。 其中史书记载,有一个贱妾,下贱的贱,七贱的贱。 大家注意,这个妾不是下贱的意思。 它是有好多的妾里面地位比较低的一个。 这个贱妾叫燕吉。 这燕吉啊,是长得很漂亮。 很聪明。 就是得不到正文公的贱爱。 正文公就不到他这住。 大家想想看到,空宿孤房啊,孤灯长夜啊,是很痛苦的。 他晚上就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啊,是想啊想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睡着做了一个梦。 做什么梦呢? 梦见了天使和济兰。 济兰呢,就是兰草,带有香味一种草。 他梦就高兴啊,就醒了,梦见天使了。 这天使就隐喻着是正文公啊,他的先生啊,自己是兰草啊,是不是啊? 两个蹦到一起了,他很高兴。 很巧,很快他就见了正文公。 他就跟正文公啊,讲述梦里头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 正文公听完了也很高兴。 高兴的时候呢,就找了这个燕吉,他就重姓了燕吉。 燕吉也很聪明啊。 受到正文公的重姓之后,就撒娇了,就跟正文公说啊, 说您重姓了我,我又怀了孕,生了儿子。 得有凭证啊,你要不承认了怎么办啊? 再找个东西做凭证啊。 中文说用什么凭证啊? 那就用兰草做凭证吧。 中文说好,就以兰草做今天重姓的凭证。 果然他就怀孕了。 十月怀胎之后呢,就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儿子。 儿子起门叫什么呢? 叫兰,他做梦嘛。 梦兰嘛。 这孩子就长得聪明伶俐,就逐渐逐渐就长大了。 就是后来的郑木公。 在郑木公的统治之下,郑国一度比较强盛,也比较昌盛。 历史上就留下的记载,左传也记载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 乾隆为什么选燕疾梦兰这故事,挂在景仁宫的西墙上呢? 大家想想想看啊。 啊,乾隆那些非子啊,有的经常见不到他啊。 也是孤生长夜啊。 乾隆就告诉他们 挂盖以后给你竖个榜样 你这后妃 你要想厌吉 要耐得入寂寞 你总有一天 天上掉个馅饼给你 你就孟兰了 孟兰什么呢 你就得到皇帝宠幸 就怀孕 就生个儿子 你也就可以荣华富贵了 这样给那些 后妃 特别是不怎么收代价 冷落那些妃嫔 一个希望 我很可能有一天就愿急 皇帝宠幸我 生了儿子 将来我也可以做皇后 老皇帝死了 我可以做太后了 完全改变命运了 所以我觉得乾隆 是很会做思想工作 挂那么话 你不给他说一千遍一万遍 都管用 你应该清守公规 应该耐得如寂寞 那个故事比这更有作用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谈蓝 很遗憾的是 景仁公曾经悬挂的那张 燕吉孟兰图并没有被保存下来 它随着历史的变迁 永远地留在了景仁公的记忆里 现在的景仁公已经作为故宫的一个展区 常年对宫中开放 而在明清时期 这里一直是皇帝妃嫔的居宗 后宫 宫归森严等其分明 景仁公虽然是东六宫中 位置最靠近乾隽宫的 但是 无论是建制还是规格 都无法与昆宁公相媲美 但明朝有一位皇后却居住在这里 皇后会为六宫之主 理应住在昆宁公 为什么会住在景仁公呢 后宫争宠 宫斗残酷 那么在这位皇后身上 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 历史上的景仁公 又留下了多少深宫女人的悲剧故事 二 不幸后妃 景仁公里头 有住过很多的后妃 我觉得最不幸的两个 一个是明朝的胡皇后 一个是清朝的真妃 我分别说一下这两个人的遭遇 先说胡皇后 明朝宣德皇帝的皇后姓胡 名字叫善祥 是山东几宁人 这个胡氏做皇后是非常贤惠 人又厚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丈夫宣德皇帝身边呢 是有一厚一妃 她是厚 还有妃 那个妃呢 姓孙 叫孙贵妃 这个孙贵妃啊 长得漂亮 人又聪明 但是非常有心计 我给归纳有四季 第一季呢 是求宠 妃子啊 得受皇帝的宠爱才可以 她靠什么求宠呢 靠了美丽 靠了娇媚 取得了宣德帝的喜欢 宣德帝就特别崇信她 光有这条还不行 第二季是求宝 明朝有规定 皇后啊 既有册 册封的册册 又有宝 金宝 就是印西的图章 皇后既有金册 又有金宝 贵妃呢 光有金册 没有金宝 这孙贵妃呢 就为宣德帝 在重庆她的时候 侍秦的时候 撒娇 就说 希望能得到一个金宝 因为宣德皇帝 太喜欢崔贵妃了 她怎么办呢 她就到她妈妈 太后 就说这事 太后呢 因为孙贵妃她从小是带大的呀 十岁多点就带着她呀 也喜欢她呀 明明知道这是违制 违反规定的 还是答应了 答应了 就在宣德元年的时候呢 就特给孙贵妃 制了一个金宝 金的印 就不跟皇后在旧年就平等了 第二季成功了 这个孙贵妃又是第三季 求子 这个红皇后啊 人很好 但是身体多病 又无子 又没生儿子 孙贵妃求子 我要生了儿子 我不就超过你皇后了吗 她又不生 不生 怎么想发生了那个儿子呢 用她就其他的妃嫔啊 等等 有一个 宫中的女人怀孕了 她就知道了 她通过她心腹的太监 心腹的宫女 帮助她 那个孩子刚一生下 男孩 就到她这了 她事先肯定是做了准备了 假装是怀孕了 是不是 最高生了 这是她生的 这个小男孩是谁呢 就是后来那个 明英宗正宗皇帝 你看她贵妃有儿子了 但是明诗后妃传 记载了一句话 说明英宗正宗皇帝 她的生母是谁 不知者 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知道 她亲妈是谁 松贵妃第三季 求子成了 甭管谁生的 现在算她的 亲生的儿子了 就是第四季 第四季求后 皇后就后 皇后没儿子啊 她贵妃有儿子了 她就想法怎么窜着 她变成皇后 把原来的户皇废了 手段还是通过玄德帝 在玄德帝晚上撒娇 玄德帝有一天就给皇后暗示 你又没儿子 你身体又不好 你是不是 你写个报告 死了吧 被你皇后的职务死了吧 就启发这个皇后 皇后太厚道了 觉得自己的确有没有儿子 身体又不好 建议把孙贵妃 那个儿子立为太子 立为太子人的就是皇后了 这个时候 孙贵妃很高明 孙贵妃就给皇后说了一句话 她说 后定权自由子 皇后啊 您病好了以后啊 自然会有儿子 悟子敢先后子 我的儿子怎么敢 在皇后您的儿子的前面呢 虽然您现在没儿子 您病好了以后就生儿子了 生儿子您是嫡长子啊 我这妃子不是嫡长子啊 表面很谦让 心里头 还是想更换一下位子 这个胡皇后呢 还是比较有度量 就正式上表辞职 正式写了个报告给宣德皇帝 请求辞职皇后的职务 宣德帝呢 干脆顺水追周 就批了 挪 就批了 批了您就不能住在昆军宫了 对不对 住哪呢 就让他搬到了 敬人宫 宣德帝还想做好人 赐他一个号 叫敬慈 先师 挺好听 那又啥用啊 皇后没了 实际上被打入冷宫 就到了敬人宫 胡皇后到这冷宫的心里 当然不高兴了 就闷了一口气 但是这时候太后好 就宣德皇帝的妈 红西皇帝的那个皇后 她经常让这个谁就废着皇后到她那宫里去住几天 排节排节 太后主持请客吃饭的时候 排坐姿的时候 把废的光排在前头 孙皇后 孙皇后拍到后头 孙皇后不高兴啊 我是皇后啊 样样不乐 但是也毫无办法 后来 这个太后就死了 死了就没有人照顾她 废的这个 胡皇后呢 心里头也非常痛苦 不久也就死了 但是注意啊 事情是阴阳不断的变化 她死了以后也有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宣德皇帝要在位十年就死了 死的时候须岁才三十八岁 宣德皇帝死的原因之一啊 就是淫乐过渡 你怎么见的啊 我就拿出一条材料来说明 他死了以后 名音中继承皇位啊 新皇帝上台两个月 采取了许多措施 其中一个措施 就是把宣德帝生前的教方司 那个乐队啊 舞蹈音乐那个团体 精简 要不然怎么做 精简 精简了多少人呢 诸位啊 三千八百多人 这数很大了 宣德帝死还有一条 就是飞瓶殉葬 名师后辉传 拉了很长一个名单 他才三十八岁 飞瓶比他肯定小 美丽年轻的 青春 连他数了十个 上吊死了 阴间跟着宣德 去寻葬 但是有一条啊 这个时候就要废了 呼唤还活着 因为他废了 没有任何支撑了 植物都没有了 所以寻葬没有他 逃过了一劫 否则他也跟着去 那清朝住在 景仁宫 一个大不幸的 一个妃子 就是真妃 光绪大婚的时候 娶了一后两妃 后 就是后来 那个荣誉太后 慈禧皇太后的 娘下的侄女 就是一和那拉氏 两妃 就是锦妃和真妃 她是同妇一母 这一年 仅妃十五岁 真妃才十三岁 虚岁啊 长得比她姐姐漂亮 人也聪明 也性格活泼 又碰上光绪皇帝了 光绪皇帝 慈禧太后指他 娶她娘家的侄女 龙玉做皇后 她不喜欢 龙玉又是慈禧的亲侄女 你有什么话也不敢说 说完她之前就报告了 所以她有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上朝一些苦闷的事情 就找景仁宫的这个真妃 她觉得跟你真妃一块 就生活得愉快 就高兴 所以应当说真妃是光绪皇帝一生 最喜欢的一个爱妃 但是出了一个事情 就是光绪二十年 1894年 这年的十月二十八 早上起来光绪皇帝到慈禧 太后的宫跟太后请安 光绪在跪着地下给慈禧请安 慈禧搭了的脸 不吭声 光绪也不能起来 就跪着 也不说话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慈禧太后放了一句话 说 锦妃真妃的事 你不管 我可要管 退下吧 光绪皇帝起来 很没气的 就回到他自己的进宫 刚一进宫 太监跟他走抱 出事了 真妃出事 出什么事情了 就是遭到了停仗 注意啊 停仗前头还有两个字啊 史书记载叫赤衣停仗 就是脱掉了衣服 停仗 十七八岁一个女孩子啊 脱掉衣服啊 多大的羞辱啊 可以说人生最大羞辱 最大的惩罚 但是啊 清德宗实录 光绪超宗化录 都没有记载 真妃停仗的事 那怎么知道 真妃停仗了呢 有记载 就是十月二十八 这天夜里头 御医 证脉 一案 有记载 什么病这样的 灰身抽动啊 避着牙关呢 同天半夜 记载说 抽出右坐 牙关紧闭 人事不行 周身 筋脉颤动 避着牙关 人事不行 灰身周动 很多学者推断 就是 真妃 受到停仗 本来慈禧武士大寿的时候 真妃入宫的时候 真聘 这个是 慈禧一生气 又给扁了 又做屁 这是个什么事情呢 虽然慈禧一向跋扈 而且他一直不喜欢真妃 但是后宫功归森严 慈禧作为后宫之主 如果仅凭个人喜好 处置非凭 恐怕难以服众 因此 真妃一定只有把柄 落在了慈禧手里 那么真妃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时候 有一起卖官的案子 卖官 一个人要疏通关系 卖官 先找了李莲英 李莲英开价太高 后来就 又通过关系找了真妃 开价少一点 联系这事 但是这是被慈禧太后知道 慈禧太后抓住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小题 当然也是大题了 脾气发作 赤一听着 慈禧这么做 叫做一石三鸟 第一 对皇后 龙玉皇后 就是光绪这个皇后 从结了婚 光绪就不喜欢 经常不在一块 一度的怨气 竖给谁听 就竖给他姑姑 慈禧听 你呀你呀 你这个小真妃 我今天要介绍 惩罚你 给我侄女 皇后出这口气 第二对真妃 真妃真妃 你入宫之后 你眼睛就是皇帝 我说你 你也不听 今天我可要 给那个眼色看看 给那个厉害看看 借了这事 惩罚 真妃 第三 对后宫 后宫本来是一块 干净的乐土 太监 宫女 妃嫔 你怎么能参加 卖官 欲绝 这种肮脏事情 借这个机会 严惩 真妃 杀一净百 肃清 整腹 后宫的纪律 我们说 真妃这样做 当也不对 但是真妃究竟年轻 十几岁 没有那么多的成福 慈禧这样做 也是才 过重 到光绪 二十六年 一九零零年 八国联军 达到北京 慈禧和光绪 急急忙忙出逃 这个时候对 真妃怎么办 有各种各样 说法的 我们不去讲 慈禧下令 把真妃投到宁寿宫旁边 那个井里头 这井现在叫做真妃井 慈禧和光绪逃难回来 所谓西局逃难回来 以后 把真妃从井里头尸体捞下来 安藏 这件事情 清德宗十路 就光绪十路 光绪朝东华路 都没有记载 怎么能证实 真妃 就是 塞到这井里死了 第一答案 从此之后 答案对真妃没有记载了 包括生活供应答案都没有了 就说明这个人消失了 还有太监的回忆 事情之后 慈禧回来 太监回忆 紧急之下 有太监 把真妃投到井里了 溺死了 回来之后 尸体捞上来 埋葬 有人也经过了 所以现在 清世间认为 这个事情是可靠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这里 有光绪与真妃 短暂的 西美爱情 也有宣德帝的 胡皇后 无尽的孤灯长夜 曾经多少红颜 多少青春 多少风华 在这座井仁宫里 渐渐暗淡 有如花谢 但是 在明清历史上 并不是所有住在井仁宫的 妃嫔的命运 都是不幸的 这里 也有历拜 我说 井仁宫啊 井仁祸福 还有个福 这个福字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顺治皇帝的同妃 在井仁宫 生下了 中国帝制时代 千古一帝 和世界明君 就是康熙大帝 生在井仁宫 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 顺治童妃 童姓在清初太重要了 北京有一个顺口流 叫做童半朝 就朝廷官员有一半 是姓童的 童家 这个话夸大了一些 但是说明 姓童的 当时在清初 在朝廷里面地位是很重要的 童妃 他爷爷 叫童养贞 这个贞子 为了避雍正皇帝的会 就改名叫童养正 是清朝的开国功臣 那童养正的儿子呢 就是童仆赖 童仆赖 是属于八旗汉军 清军入关 跟着清军 对清朝立有功劳 后来积劳并死 这是童妃的爸爸 他还有个弟弟 他弟弟叫童国为 童国为康熙说做一等侍卫 做内大臣 在三藩之乱的时候 有一个特殊的功劳 因为他是一等侍卫内大臣 吴三贵的儿子 叫吴应雄 他是清朝的俄父 在三藩之乱发生的时候 在北京 他谋了叛乱 这童国为之道之后 报告康熙率了三十个侍卫 冲到了乌英雄的驸马府 就俄复 俄复府 就驸马府 把乌英雄抓住 另外抓住些人 然后康熙皇帝下令 将乌英雄处死 所以童妃的亲弟弟 在三藩之战当中 利用一个特殊的功劳 童妃就是这么一个家族 童妃嫁给顺治皇帝 是孝庄太皇太后主持的 童妃嫁给顺治皇帝后 住什么地方 就住在景仁宫 所以他在景仁宫生下了康熙 玄业 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 童妃的材料非常少 我总是说 一个伟大人物的身后 必有一位伟大母亲 康熙皇帝 在帝制时代是伟大的 那么他的母亲一定是伟大的 但是材料太少 我们反过来 儿子更多像他母亲 从康熙的形象和表现 反过来来看童家世 来看童妃是不一般的 历史记载康熙这么说的 说天表其尾 神才焕发 方同日旋 龙准月立 耳大声红 熏漆天总 稍长 举止单速 质量辉弘 欲出至成 切重势力 读书十行俱下 略不遗忘 自武零后 好学不倦 丙夜批月 美智消分 这个话是夸大了 有史书们对皇帝说的夸大 但是从一个侧面 从康熙的形象 康熙智力发展 我们推论一下 就是康熙的母亲同事 是聪明俊修大度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性 儿子相妈 康熙之所以接触 重要原因是他妈妈接触 就通妃接触 但是啊 这个通妃也是很不幸 用顺治皇帝年轻 就宠爱那个董岳飞 宠爱了死去活来 又顾上康熙他们母子 二十四岁就死了 死了就是康熙继位 八岁继位 这个时候呢 童妃就变成了太后了 但是只做了两年太后啊 康熙的十岁啊 童妃多大呢 这是要童后了 童太后了 二十四岁 七岁二十四岁 真是福不够啊 就死了 如果他长寿 高寿 到康熙六十一年的时候 我算一下 他也不过八十三岁啊 任千龙他妈活八二多岁啊 想得多福啊 从这点来说 童妃还是福妃不够 很遗憾 这个景仁宫有个特点啊 这个不仅仅康熙皇帝生在景仁宫 而且康熙皇帝还曾经住过景仁宫 康熙有个兄弟叫福全 他哥俩比较好 他兄弟八个 到最后就剩下他们俩 福全死了 病死了 康熙去吊咽 非常悲痛 回去不住千庭宫 就住在景仁宫 表示对他弟弟的哀悼 所以注意啊 皇宫里头 东六宫 西六宫 十二个皇宫 生过皇帝 又是皇帝在那住过的 只有景仁宫这一个宫 人有姻缘 室有姻缘 就广积善缘 等待时间和历史 给公正 祝福尹 望撕 惟一回公全平台 尽首延底 那如画的江山 听一番沉重目骨 用心开探 那朝代的论庄 往后一周回忆 有谁还在看着运气落的边缺 在一次空留一笑 有谁还在念着风却车来 承前宫是紫禁城后宫中的东六宫之一 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因而在明清两代一直是皇帝宠妃居住的地方 明朝崇仁皇帝的田贵妃 清朝顺治皇帝的董厄妃 和道光皇帝的孝权城皇后都曾经居住于此 皇帝和妃嫔的恩与怨情与爱 都在城前宫中凝结 而这三位女性却偏偏红颜不命 只好情深远浅 徒留一段段爱情传奇 回荡在紫禁城中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年重年先生 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三集 城前宠妃 也不得不得不得均唔 费文猫